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今天再來跟大家講一講疫情 現在全世界範圍內疫情大爆發 似乎是已成定局 現在韓國已經有8000多人確診了 伊朗到底有多少現在誰也不知道 大家只從視頻上面看見 那死人的規模是相當相當的大 跟武漢就差不多了 西方的這些發達國家現在也是接二連三的淪陷 意大利是第一個,現在已經到了三四千人了吧 德國都已經開始出問題了 過去三天德國的確診人數增加了三倍多 成幾何級數的增長 其他的這些發達國家也都在大爆發的邊緣 比如說像什麼英國、法國、西班牙 還有北美洲的兩個國家 那我現在是住在加拿大的溫哥華 這個地方加拿大整個國家的確診病例已經有60多了 溫哥華算是重災區 現在確診的人數是27例 美國整個國家確診人數是300多 是300多 現在這些國家呀 挺有意思的一個現象 就是老百姓好像還不緊張 這個整個國家的人都好像還是挺放鬆的 馬照跑舞、照跳 當然跑馬跳舞在西方國家不算是很盛行 我的意思是說他們的這個各種各樣的活動 還是在照常的進行娛樂活動 體育賽事、音樂節 各種各樣的party 照樣的在做 一點都沒有受影響 就像溫哥華 昨天還剛剛舉辦了一場大型的體育賽事 兩三萬人都擠到那個體育場裡面 去看這個加拿大冰球聯賽 冰球是加拿大的國球、舉國運動 這些人就是冒死都要去的 絕對不會放棄這個機會的 我以前看過一個科幻篇 說是有幾個這個宇航員 到了這個太空之後 回來的時候就發現地球已經毀滅了 因為地球上面的人 這個濫用資源 為了這個搞各種各樣的這些活動 製造各樣的產品 各種各樣產品 反正是科學技術太發達了 人的玩的花樣太多了 把地球給完美了 那後來有一個科學家就說 我們還有這些人 今後這個人類還會重新再繁衍起來 重新再繁榮地球 可以重新建立文明 那其中有一個科學家說的就挺有意思 他說那即使是我們再一次讓地球繁榮起來 最後的結果還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人的這個本性 就是party animal 就是喜歡玩樂的動物 為了玩樂死活都不顧 自己的死活都不顧 更不用說顧及子孫後代了 那現在這個西方人的性格裡面 確實是這一點就表現的 比東方人還要明顯 一到玩樂的時候 真是真的不要命的 而且呢 西方人還有一種性格就是 尤其是這些男的 喜歡表現自己的這個男子和氣概 在疾病面前在死亡面前 要顯得很輕鬆 很自在 很大無畏 你如果是表現的過分謹慎了 人家就覺得你是兩兩強 比如說 前兩天的意大利國會開會 那意大利本身現在已經是重災區了 這個疫情非常的嚴重了 但是那些國會議員呢 都不戴口罩 其中有一個議員剛剛到重災區去 視察了之後 回來呢他就帶來個口罩 結果進國會的時候 遭到了所有的其他的這些議員的嘲笑 這就是西方人的性格 這種性格呢 在平時 在應付這個戰爭的時候 應付其他的危機的時候 那挺好的 但是呢 應付疫情 應付大瘟疫的時候 這可是一個致命傷 這個在西方人裡面 應當也是改不了了 所以說 因為這個整個 這個民族性格就決定了 這次在西方瘟疫是防疫工作 是很難做 那麼這是老百姓他們犯的一個錯誤 可能天生的就帶了一個自帶的錯誤 遺傳的錯誤 那麼還有另外一個錯誤呢 就是政治人物也犯錯 我今天主要是想講一講 這個川普他所犯的這個政治錯誤 在這一場防疫當中 他所犯的錯誤 剛剛開始的時候表現還不錯 像武漢一封城他馬上就決定從武漢撤僑 然後呢 今後這一個多月 連著四次還是五次提高了 去中國的 美國居民去中國的旅遊警告 弄得中共很惱火 對他很有意見 但是他還是提高了 這是做的正確的事情 要大家小心 防疫的工作說到底就是一個小心 那麼後來呢 他就接二連三的犯錯 第一個錯誤就是把這個疫情 說得輕描淡寫 說這個這次新冠肺炎 就是一場流感 他叫新冠流感 大家不要緊張 而且說該上班的就上班 該上學的上學 一切造就 不要影響正常的生活 還有呢 他就說 這個世衛組織說的這個死亡率 是錯的 沒有百分之三點多 最多百分之一了 所以說大家不要緊張 那他這些言論 都是通過這個公開的媒體說的 這都是被人家給記下來的 這些言論呢 今後會給他造成重大的麻煩 我們等一會再講 而且呢他在政策上面也犯了一些錯誤 這個美國疾控中心的主任呢 他過去是美國這個防疫工作的最高的指揮 但是呢 他的有一些說法跟川普就不一樣了 他說這個現在疫情很快要大爆發了 所以說大家要盡量的減少活動 能不去上班的 能不去上學的 大家就不要去 川普聽了 就非常的不高興 就把他給撤換了 換成了這個彭斯 副總統彭斯來當這個全國的最高防疫官 但是這個彭斯他不是這個 科學家 他不是醫學專家不是防疫專家 所以說是現在呀 美國 也變成了外行領導內行 也跟中國一個德性了 這就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這是川普犯的一個巨大錯誤 彭斯一上任果然就犯了這個錯誤了 他要求美國各州的 疫情要先匯總到聯邦之後再來公佈 完全是沒必要嘛 大家就批評他你這樣子就延誤了這個疫情向公眾 這個公開的這個時間了嘛 你這個就會影響 這個整個防疫工作嘛 沒有必要嘛 那為什麼彭斯這麼幹呢 他倒不是想像中國那些官員一樣說 我們先把這個疫情掩蓋下來 在美國這個體制當中 他是掩蓋不了的 其他的那些各州他把疫情上報了之後 他也不需要真正的來徵得你這個聯邦 聯邦的同意他是可以有權自己公佈的 彭斯你這個做法呢就是多此一舉 這就是至少麻煩完全沒必要 那他的這個初衷我估計就是想 把這些疫情全部匯總了之後 再做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包裝 免得讓各州的這個信息互相矛盾 但是實際上呢 民主社會的一個重大的特色 就是各種各樣矛盾的信息 大家原生態的就呈現給所有的這些民眾 讓民眾自己去判斷 這就是民主的這個優勢 這是民主的精華呀 你現在想搞這個大一統的 那就是不對的 所以說他遭到了很多很多的 美國老百姓的美國媒體的批評 這是彭斯的錯誤 也是川普的錯誤 那麼還有一個更重要的錯誤 就是他沒有 調集足夠的資源來應對這場疫情 美國呢 是世界上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國家 他們是有這個資源的 但是呢 這個資源沒有全部調動起來 比如說前一段時間 疾控中心的主任在國會聽證會上面說 現在他們的口罩供應量的不足 如果是大爆發的時候 他說他是需要三億個口罩生產量 但是呢 現在的生產能力只能提供3000萬 所以說只達到了10%的標準 這是嚴重的不足 還有呢 各州的隔離病房幾乎全部不足 而美國聯邦政府 川普沒有這個下令 在這幾個重要的方面 防疫的方面要做好準備 沒有在這方面的加大力度 這將會是美國防疫的一個重大的漏洞 所以對比起台灣 對比起新加坡這些亞洲國家 美國在這方面 還有一些其他的歐洲國家 還有加拿大在這方面 確實是差遠了 所以說 只要這個國家有一個民主制度 我們華人、亞洲人說不定 比西方人做得還好 這也說明了民主制度 他一定要 老百姓一定要 時時刻刻的保持警醒 你不能說因為有了這個制度之後 就由那些選舉出來的官員 由他們亂來 無論是什麼樣的這個制度 他選舉出來的官員 這些人 他都是有私心的 川普犯了這麼多的錯誤 就是因為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有私心 什麼私心呢 就是川普過去這幾年 他最自豪的 最經濟樂道的 就是他把美國的經濟 給提振起來了 經濟確實是過去這幾年 發展得很快 美國的股市欣欣向榮 但是呢 這次疫情一來 他最擔心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疫情把他過去 這些年的努力 這些年的經濟上的成就 全部一筆勾銷了 疫情一來了 大家都不去上班了 不去消費了 那經濟不就停滯了嗎 經濟停滯了 他過去的這些成績都作廢了 成績作廢了 最後還引起一個嚴重的後果 就是他的選情 也會遭遇重大的挫折 他過去啊 對於這個連任是非常有信心的 確實是只要美國的經濟 不出大問題 就像這樣保持一個平穩的 這種發展 那麼他的連任幾乎是 穩操勝券 但是呢 疫情一來 他就覺得 現在危險了 所以說他要盡量的把這個疫情 要輕描淡寫 盡量的淡化 淡化了之後 他就覺得老百姓呢 就不會影響他們的工作 影響他們的消費 這就是他的私心 在西方民主國家 老百姓經過了這麼幾十 甚至是一百多年兩百年的 這種民主訓練 對於政客的私心 那是非常的了解 大家都形成了一個共識 就是這些政客都是自私的 最極端的說法 就是馬克吐溫說的 說所有的政客都是賊 一定要看著他們 你不看著他們 他就要偷東西了 老百姓對於政客的私心 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你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 工作做好了 哪怕你有私心 大家照樣投票給你 照樣讓你連任 但是如果你這個私心 影響到大眾公眾利益受損了 那就對不起了 那就要開始批評你了 如果是大眾受到的損害很大 那就要把你拉下台了 那就甚至是要彈劾你了 那個時候 政客的麻煩就大了 所以說這一次川普的過去 這些錯誤的表現 錯誤的言論 這些政策上面的不得力 最後如果是這個疫情大爆發 給老百姓造成的重大損失之後 那川普的這個連任 幾乎就會泡湯了 比如說 美國如果是真的大爆發了 九千多萬人感染了 哪怕是只有按川普說的 百分之一 這個死亡率 那也是九十多萬人死亡啊 九十多萬人死亡 這在美國的歷史上 這是絕無僅有的 那你想想大家能放過川普嗎 大家會把他過去所說的每一句話 都要拿出來 作為批判他的武器 作為攻擊他的武器 他的對手也絕對不會放過他 只要有這一條 他就完蛋了 在美國的選舉當中 這個總統連任是比他的競爭對手 是有些優勢的 但是呢 當發生重大情況的時候 你如果是應對施策 那這個優勢 馬上就會變成你的劣勢 因為你的這個對手 他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 所有的錯誤他都不需要負責 負責的都是這個總統 所以說這次疫情發生 對於川普連任 這是一個重大的考驗 而他現在表現不好 哪怕是美國的這個疫情 最後只有科學家說的 十分之一 1000萬人感染 那麼按照1%的死亡率 就是10萬人死亡 哪怕是0.5%的死亡率 也是5萬人死亡 那麼這5萬人死亡 最後也都會算到川普的頭上 那川普的選情也就肯定完了 所以說現在川普是相當相當的危險 在我這個視頻下面 經常有一些五毛粉紅過來做幾個評論 過來罵我幾句 這一次他們看見我在說這個美國總統川普 所犯的錯誤了 他們肯定又是非常的高興 肯定又會很興奮 你看看民主沒用 民主選舉出來的 照樣犯錯 那我告訴大家千萬不要這麼想 我今天給你們上一堂課 民主制度選舉出來的人 他們做官員也是會犯錯誤的 凡是人都會犯錯誤 但是民主和專制的不一樣在於 民主制度下的官員犯了錯誤之後 他們一定會承擔責任 一定會有人要他們承擔責任 他們一定會受到懲罰 錯誤越大懲罰就越嚴厲 而在專制制度之下 一個官員犯了錯誤 只要他把軍隊掌握在手上 只要他有槍桿子 他就能夠維持政權 只要他有筆桿子 有宣傳機器 他還能把他過去的錯誤掩蓋 甚至是美化 就拿這一次防疫來講 中國這個防疫最大的失誤在於隱瞞疫情 導致疫情極度的這個擴大 那麼主要的責任者就是習近平 而習近平呢 他不僅僅沒有承擔責任 而且現在還在為自己歌功頌德 他的馬仔王忠寧武漢市委書記 在昨天開會的時候 還要求武漢人民要感恩 要對黨感恩 對習近平感恩 因為這場疫情 武漢的老百姓死傷慘重 武漢的老百姓財產生命損失巨大 現在呢 不僅僅他們沒有追究責任的這種權利 而且他們還被要求 對那些造成他們傷亡的 造成他們損失的人 要感恩戴德 這個專制已經把這個國家 變成了一個人間地獄了 結果你在地獄裡面 還要對嚴往感恩戴德 這是什麼世道啊 這就是民主和專制的區別呀 現在美國還沒有發生嚴重的情況呢 現在老百姓已經開始批評川普了 媒體已經開始批評川普了 川普的競爭對手已經開始攻擊他了 而習近平現在呀 還是好觀我志為之 還是讓一批人給他歌功頌德 這就是民主和專制的區別 那習近平現在看見川普犯這麼多的錯誤呢 心裡面肯定是最高興的 他是最希望川普下台的 川普過去這幾年呢 把習近平整得可是難受 習近平現在心裡面最恨的人 在全世界最恨的人 應當就是川普了 但是呢習近平我覺得也高興的不用太早 第一個呢 就是現在疫情還沒有大爆發 川普呢還有機會改正他的錯誤 比如說他把過去的這些說法 把過去自己這個犯的錯誤 都老老實實地承認了 說我過去錯了 我現在要加大力度改正錯誤 然後撥更多的款 召集更多的人去研究這個新的藥物 研究疫苗 把死亡人數降到最低 以美國的國力啊 現在還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習近平不應當高興的太早的 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啊 現在美國的共和民主兩黨 都已經形成了一致的意見 就是一定要幹掉中共 即使是在這次疫情爆發之前 他們都已經意識到了中共 是一個獨流 是影響全世界的繁榮和安全的一個獨流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除掉 中共不除掉那些恐怖組織 還有朝鮮、還有伊朗、還有俄羅斯 他們的這些專制勢力 就不會放棄對於全世界來搞破壞 所以說一定要把中共除掉 中共是他們的總後台 這一次這個疫情爆發之後 所有的這些西方國家的政治人物 對中共的認識 應當是更加的清醒了 這次病毒就是從中國傳出來的 而它之所以能夠在中國 如此的氾濫沉災 如此的危害全世界 就是因為中共隱瞞了疫情 在疫情這個爆發最初期 沒有把它控制好 而且還有很多很多的 這些間接的證據 指示中共可能是有意的 用它來危害全世界的 所以說最後大家一定是齊心協力 要共同的來對付中共 即使是川普下台了 即使是有民主黨的其他的人 上台了 照樣在美國民意一致的壓力下 他們不得不把這個反共的工作 把這個川普的反共的策略 繼續執行下去 所以說 這次疫情之後 中共所面臨的這個國際壓力 習近平所面臨的國際壓力 只會加強 不會減輕 哪怕是川普不能夠連任 任何美國的下一屆的總統 都會對於習近平下毒手 習近平的日子不會太長了 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好可好 我們應該來看 豐富性的 感谢观看